侯友宜还声称自己是警察市长 呼吁侯友宜今天正式的说清楚 在提侯友宜警政背景 民进党16号召开记者会 痛批蓝银上上下下都和黑道关系密切 我在开记者会在阿帕奇前面的时候呢 他就对着我近距离拿着手机嚼着槟榔 然后对我们录影 苗栗市苗栗县的警察局长 你们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到有一场踢馆却疑似预唱黑道盯场 曾文学更加码爆料 对手邱正军和统促党走得很近 这个人叫做罗玉君 他是阿帕奇的经理 他在2015年也为统促党来拉票 另外一家叫做望同的公司 他的负责人叫做杨云宝 这个杨云宝曾经有妨碍自由的前科 那并且他在阿帕奇的五楼 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为赌博商所 做地下前赌 那我想要请问邱市长 是不是你租借的 不止邱正军涉嫌私刑拘禁的郭再天 也被绿营指控和侯友宜 称兄道弟 眼睛都看得很清晰 侯友的一四人对坏事 絕对不放手 反驳律云抹红又抹黑 但随着选战逼近 小鸡们接连冒出黑道争议 侯友宜恐怕也得谨慎出力 下期新闻将文献由淘汰报道 见不见了 甚至没有 有八道 有八道 儿 感谢观看